前耳桶 我看到一个水坝 水坝的前方 在水坝的上游 那个水坝 从大坝上面飘过来 大坝上面飘过来 好像那个大坝 大坝水可以从它上面就走过去了 这个大概是一个提醒的意思 快要拆水坝了 快要拆水坝了 在这个时刻 把核电厂 核电厂的那个 发电设备 挪一个 挪到水电厂 水电大坝的附近了 然后把那个 供电线 连上去 连上去 然后呢 等到要移拔的时候 把电压切断一下 切断一下以后 就连到上面的核电厂上面的 发电设施上面 来进行通过来 然后呢 就 水电厂那边就 那个发电不起存 然后就把他挪走了 把他挪走了 然后呢 又把那个 大坝也拆除了 这样能保证拆坝以后 还有点拱 有核电厂拆来的 发电设备 给他发电 然后人们知道 这里就 未来就没有电 让他们想办法 增强那个 增强那个 发电的容量 等到搞完以后 就 飞电就飞走了 趁机就飞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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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把地球上的 核子的问题 就这样下去了 好 知道了 知道了 好 再见 再见